欢迎您收看突发奇想 我是安佑琪 也请记得扫描 右下方的QR Code 上YouTube来订阅突发奇想 高雄市长韩国瑜自曝呢 说自己的坐车被装了追踪器 而且还有一堆的这个蓝营人士呢 凑上来说的煞有其事 但万万没想到 昨天晚上呢 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 去来一个大转弯 他翻盘说啊 从来没有讲过说 引擎盖下有追踪器哦 此话一出呢 不但大家傻眼哦 而且呢 每天呢都在这个媒体上 帮韩国瑜辩护的 这个申蓝名嘴也大崩溃啊 甚至还开直播 炮轰说 这样我们是要怎么 帮你辩护下去了 而另外呢 就是在今天中午午休时间呢 韩市长又来直播 谈国阵了 那这个市政呢 那上午的时候市长在做什么呢 难道又睡过头了吗 因为呢 今天的市政行程 市长又迟到了25分钟 但是这次更严重的是 在现场哭等他的呢 却是远道而来的日本国会团的这个成员呢 而且呢 更离谱的是呢 因为呢 看到市长呢 都没有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副秘书长呢 就先致辞了 把讲稿给念了一遍 没想到韩市长来了之后呢 又把讲稿念了一遍 这到底是在整谁呀 而且呢 这个日本人是最准时的 这真的是丢脸丢到了这个国外去啊 那现在 除了这个之外啊 其实呢 韩市长也有他的解释啦 他说 因为他上午都在高雄跑行程啊 高雄很大的 可是呢 一般的民众听得下去吗 那韩国瑜跟他的团队哦 出包无极限啊 现在呢 其实也都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最新出炉的品观点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如果捉对厮杀的话 韩国瑜现在已经远远落后 蔡总统有十个 甚至是十个以上的这个百分点啊 那更不要说了 郭柯王传出明天就要会面了 今天媒体更爆料说 郭台铭内部民调曝光了 有一样很有意思啊 就说 如果呢 把韩国瑜成功的换下来 由郭台铭取而代之的话 郭台铭居然还可以赢 蔡总统三个百分点 如果撒喀都的话呢 韩国瑜更是沦为小三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这份民调 郭董不会心动吗 出来参选的可能性 会不会大大增加呢 那国民党真的要搓了一旦了 可是国民党现在就韩国瑜 真的还有招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又期待 大家好 资深政治记者尚一夫 大家好 吴党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国民党文化副主委黄子哲 主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政治记者钟年华 周期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 这个追踪器的这个事件 演变到现在 真的是变成闹剧一场了吗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韩市长怎么说啊 说坐车可能被装了追踪器 到保养场就会知道了 可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不提告也就算了 国民党的这个高雄市议员 陈丽娜还跳出来说 我还有跟市府查证呢 应该是车子保养的时候 打开引擎盖的时候发现的 而且呢都已经把东西留下来 他还说已经拍照存证了 可是呢这个媒体呢 就很好奇了 就去问这个公务车 这个修车厂的这个员工 修车厂员工说 我们从来也明显出过 有发现追踪器呀 那就怪了 连新闻局长王显秋呢 不是前一天才讲嘛 可疑的追踪器 不是装在车子里头的GPS 跟GPS是不一样的 根据了解 那追踪器是在引擎上发现的 可是呢 这个昨天晚间呢 却整个大翻盘说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 引擎盖里头有追踪器 韩市长也没有讲啊 目前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啊 然后再次强调 希望政府 不要以国家机器来监控特定人事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还要强调 这个国家机器 网友很生气 网友说 照片到底在哪里啦 这个王阿姨 王阿姨说没有 结果这个陈的阿姨说有 她说这样搞韩总好吗 还有网友说 快点把追踪器拿出来 堵住我们悠悠众口吧 然后但是呢 连蓝移名嘴都崩溃了 一直在这个媒体上呢 帮韩国瑜辩护的 这个深蓝名嘴谢寒冰呢 就直播 说真的很不爽 最近真不知道 韩国瑜在干嘛 韩国瑜要放下身段 多做实事 有证据又提告 没证据就安静啦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韩正营到底是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让蓝移名嘴如此崩溃 我知道我讲述 我车子被装的追踪器 一定又是轩然大波 又是寒老自导自演等等 我的讯息是非常准确的 在车厂那边在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在前面引擎的部位那边 有被装了什么东西 结果后来一检查 是一个追踪器 我没有说过 引擎盖里面有追踪器 没有说过 这个所谓有追踪器 还有很多的这个疑虑 目前是在合理的怀疑里面 很不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 最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韩国瑜市长真的嘴油说太快 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要先想清楚 谋定而后动作在对外界 真的不要再假掰 讲什么爱与包容 爱与包容不是在选战的时候用的 那个韩粉要爱与包容 如果有证据就提告 没有证据就讲掉 我们在节目里头帮你辩护 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相应的作为 那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帮你辩护 来问一下年晃啦 追踪器咧 不是说东西都留下来 还拍照纯正了 这个追踪器咧 还是说大家讲完就算了 学韩国瑜一样 讲完以后我都不回应 就可以逃过一劫了 来那个追踪器在这里 这是我今天早上在逛 无聊逛网拍看到 这个追踪器品牌就叫国家机器 这不是KUSO 真的有人在 是真的哦 他搞不好真的是改成这样 当然生意人为了做生意 他里面特别功能非常有趣 他说内建寒导地图方便好用 然后呢可以透过 政府平台及时监控 内建麻将感知器 一有动静立刻通知 这显然就是故意在KUSO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 你光从这件小事情就看出来 追踪器这件事情 他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特别是在网路上 这本来是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控 大家都记得美国的水门案 尼克森只不过是去找人去窃听民主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会场 因为这样子他而辞职下台被弹劾 在民主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话讲重一点 蔡英文的包起来不用算了啦 你去监听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开什么玩笑 问题是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指控 现在变成一个大家柴鱼饭后的笑话 那你觉得对韩国瑜伤不伤 也难怪谢韩兵会痛心啊 我看的时候他真的是痛心啊 就到这件事情今天不过第三天 前两天有多少人在帮他辩护 说只可能啊这个国家机器怎么样 他举了以前很多人讲的例子 好这件事情的关键是哪里 关键是说那到底追东西在哪里 对啊 不是拍照了吗 对啊那照片拿出来嘛 对啊 就在东西丢的照片拿总有吧 你这个陈丽娜也好谢龙介也好 我真的怀疑是现在七月时下 你们看到没空的 才会一直觉得自己有看到照片 问题是没相片啊 你觉得这事情已经打到现在这个程度 如果有照片韩国瑜还不拿出来吗 而且我发现这个团队很可怕哦 对这个团队就韩国瑜讲什么 他的发言人王浅秋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看嘛口径没到好嘛 第一天讲因为韩国瑜老板在前面讲了说 我的车被撞到这东西 王浅秋只好因为老板都讲了 所以我只好啊这个再补充一点细节 问题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细节 感觉是王浅秋凭空想象出来的细节 就可能他看过的那种三流的间谍片 去凭空想象出来的细节 才会讲到说这个追踪器被装在 引擎盖下面在引擎的附近 马上被很多专业人士打脸说 得意国家机器正在监控 你不需要用这么low的方法 这是真心设题厉害 才要用这种保守 国家机器不用这个方法 再来也不可能装在引擎附近 因为太热嘛 好这都不管 接下来你知道吗 陈丽娜跟谢龙介今天怎么拗 陈丽娜说啊我我是听说有照片 但是我没有看到 记者问他那现在你为什么 这个市政府为什么不讲 他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侦查不公开不能透露 这事情有进入司法程序吗 不是没有提告吗 没有提告怎么进入司法程序啊 如果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那才叫国家机器介入了 因为这告诉乃论罪 你当事人不提告我 你叫我司法程序能怎么办 我又不能把你车子扣来说 我要检查 那谢龙介说 我是有看到照片 但是我没有看到说 在韩国瑜车上照片 看到的照片 我们都有看到照片 我也有看到照片啊 对啊 我在周星驰电影里面 看到很多照片 我觉得可以凹到这个程度吗 你真的把选民都当做是三岁小孩 这样讲好像有点羞辱到 三岁的小朋友 现在三岁小朋友 其实很聪明 很多很聪明的 那这个事情 你的团队的危机处理是什么 就选举过程中 难免会犯错 这个我们无可厚非 问题是 你犯错之后 你危机处理的程度是什么 你危机处理是 反打蔡英文 可是你反打蔡英文又打错 你昨天还讲说 蔡英文没提告 皇帝马上说 是我代表提告的啊 怎么会没提告呢 然后又讲说 提告没有拿出证据 皇帝再打脸一次说 有啊 我们有证据啊 有个东西叫Google很好用 可能在客厅集工厂 那个年代可能没有Google 所以他们不知道Google 是什么东西 照理说 你一个发言人 你要去反攻击 反質疑对手的时候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 全部查得清清楚楚 结果你一篇稿子 被人家连续打脸两次 这真正落实耶稣讲的 人家打你的左脸 你右脸要凑过去 一起让他打 就这一定是虔诚的教徒 所以你的危机处理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再去反 要求蔡英文说 那你要保证国家机器不监控啊 这种事情要保证吗 对这什么道理啊 就像一对新人在结婚的时候 证婚人一定问双方说 那你会不会保证爱对方 永世不渝 会啊当然爱啊 不爱我干嘛娶你 干嘛嫁你 三天以后离婚 那怎么保证呢 这种保证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退一万步讲 就算蔡英文保证你会相信吗 以你们没有都说成有 那保证你会相信吗 就这样的危机处理 其实你看到这个团队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个团队 就你今天犯了一个错误 结果你用犯更多的错误 来取代前面犯的这个错误 这个不是柯文哲的什么鲨鱼理论 你这个是把这个包越捅越大 好到今天记者再去问的时候 他已经不敢讲了 我算了不要讲 这个话题就算了 如果连你们的保养场 都跳出来跟你讲说 就没有啊 有台记者不是去问了吗 因为现在大多数 县市政府公务车保养 都是外包嘛 就外包给保养场做嘛 那都已经讲没有了 那请问这件事情要怎么善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韩国瑜你做了这么严厉的指控 这件事情不能说你说 就当做没这个位置发生 我认为第一个 你必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先跟你的随护道歉 因为你的随护 每天尽心尽力的保护你的安全 检查你的车辆 有没有被不明人士安装 炸弹追踪器 或其他电子切勤设备 这是随护的责任 你做这样的指控的时候 同样的你在指控你的随护失职 第一次你要跟你的随护道歉 第二你要跟全国的选民道歉 没有的事情 让你讲到没说好像有 大家还吓一跳说 哇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台版水门案发生了 那你是不是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呢 你不能说这个事情 你这个在大街里面讲 记者这么十几支麦克风围着你 然后你在那边讲说 哇你看我都怀疑 我的车可能被装上的追踪器 他讲的跟真的一样 开去保养场就知道了 就保养场跟你讲没有 那这事情就算了吗 那韩国瑜这样子搞下去 你只会让你现在已经落后 一大块的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你只会落后的更多 那你落后的更多的时候 你叫这些人 像这个谢寒冰这些人 原本很坚定 从去年支持你到现在的 你叫他们怎么继续帮你辩护下去 我觉得这两天 能帮韩国瑜辩护的人 我都觉得我非常佩服他 因为你必须要帮他想更多的可能的情节 来帮他辩护 可是说实在 我们的想象力很难超越韩岛 等一下你要佩服黄梓泽 我不想要梓泽今天会不会翻範 我 我不想他会不会翻範悔悟 韩岛的想象力无远弗界 都可以想出征服宇宙 我跟他比起来真的是自叹不如 可是这个事情玩笑归玩笑 很严肃的事情是 在民主国家 绝对没有民主国家 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你今天做出这样指控的时候 你在完全没有 这已经不是叫合理的怀疑 什么叫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怀疑 是我今天车子里面查到 有一个不明的东西 我怀疑他是追踪器 好我请专业人士来确定 他是追踪器 那好我怀疑是有人装的 这个叫合理的怀疑 你连一支拼就没有 说到一半一半 说到国家机器去怎么监听你 我认为你不要愚弄选民 不过要转移的焦点真的太多了 所以打这个国家机器 真的就能转移焦点吗 我就马上cue一下这个指责 看看他们的这个下场 其实坦白讲 陈丽娜也好 谢龙介也好 真的是忠心耿耿啊 你都说有了 我们大家当然说有啊 结果呢 结果这个大家在问说 那有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去问王俭修 王俭修说 我不知道你们去问他 结果这些人 就被王俭修给卖了 现在国瑜党到底是一个 怎么回事啊 而且这个事情 现在接下来要怎么善聊 你觉得大家真的 会放过韩国瑜 韩国瑜我通通都不回应 一切都声明来解释就可以吗 不管是陈丽娜议员 或者是其他 当然还有谢龙介 他当然对这个事情 也有发表他的意见 那我就说坦白讲 都是同党的同志 他要帮韩国瑜讲话辩护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只不过 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更精致 然后呢 拿出更多的讯息 那这样 可以帮韩国瑜更多 如果是你这样 我是陈丽娜 怪我咯 所以这个事情怪我 大家都在帮忙 大家都在帮忙 韩国瑜嘛 就会陷入到这个问题所在了 所以我觉得是目前 会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大家 一直都在等待这追踪器 那不过这个我要讲 我坦白讲到现在 我还是尊重韩市长的感受 比如说我举例 今天就有媒体挖出 这个2012年 蔡英文总统 在选举的时候 她参选总统的时候 被媒体问到了一段谈话 她说呢 她说媒体问她说 请问你2011年3月 总统初选的时候 你有没有察觉到调查局监控 蔡英文当时怎么回答 她说老实说 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她的感受 那后来呢 又有媒体就在问她 雨昌案啊 她的调查局等等 她怎么回应呢 她说呢 这种种迹象显示 这次选举国家机器被滥用的程度 是前所未见 马应九总统应该出来说清楚 不能再装无辜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蔡英文当时事实上 严格讲啦 也提不出什么 什么很明确的证据出来 那就是明露的最重要的部分 刘亦如都道歉了 你还没有 人家后来 黄定英文 她有调查局的内部公文 是 是 那时候真的有提告 有指证吗 特征组 对 我就说 哪有证据提告 那特征组 检察官要不要起诉 那是检察官的证据 是嘛 所以证据不足嘛 所以这个案子 所以反驳了 蔡英文当时事实上 韩市长也要提告啊 韩市长也要提告啊 对 所以就回到 你还没有 人家后来 黄定英文 他有调查局的内部公文 是 那时候真的有提告 也有指证吗 特征组 对 我就说 然后有证据提告 那特征组检察官 要不要起诉 那是检察官的证据 是嘛 所以证据不足嘛 所以这个案子 所以反驳了 那至少有提告啊 韩市长也要提告啊 对 所以就回到 那为什么 所以我刚刚先讲 追踪器那件事 就是说当你很明确的 讲到追踪器 因为如果 我就说如果你泛泛的讲说 就是前面那几个 包含我到巴黎岛被拍照 那时候 我觉得好像国家 自己在监控我 我说这个事情 就合理的怀疑 可是我说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还是在就是说 你明确讲出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就大家 就会需要你更多的资讯 所以说 当然我觉得 后续要怎么办 第一个 就是说 是不是有办法拿到 更多更明确的讯息 就是说 不管是保养厂 还是什么厂 你车子到底有没有 哪一个东西 就让大家可以支持你的论点 那再来 我个人认为 未来像 类似这样的事情 未必要由韩市长 他自己出来讲 就说如果是 透过幕僚或发言人 来讲 就当他站在第一线的时候 风险就是如此 就说当你没有办法 更有 有足够的东西的时候 那大家的批评 就会 都会一直过来 不过 整个来讲 我还是要讲 第一个 这个赖清德 也怀疑过 蔡英文国家机器 再来 这个我们的促转会 副主委 张天青 东厂事件 那更是国家机器 很明确的证据 那证据这个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非常困难 大家想想看 张天青的东厂事件 要不是内部有吹哨者出来 有那个录音的谈话 录音带 然后给媒体去报 根本抓不到 可是林谢韩冰都说 没证据就安静了 是不是 没有 就是韩冰哥作为一个评论 尤其他常常要帮韩国会辩护 不要说韩冰哥 我想在 我刚刚就讲 要帮他辩护人 也需要更多的东西 来支撑他的论点嘛 所以他这样的曲续 我可以理解啦 那所以说未来 我觉得在选战的步骤上 我觉得技术面上 当然是有进步的空间 来我先问一下这个学伟 你怎么看韩冰的这个不爽 其实他不止一次的 在这个直播里面讲 我真的不懂 我不明白 如果你不提告 你为什么要出来 告诉这些媒体呢 而且他也讲嘛 你有证据就提告 你没证据的话 你就安静嘛 他说他也看不懂 韩国瑜最近在干什么 而且他还说韩国瑜 是因为嘴太快了 还说你不要再嘎掰 讲什么爱语包容了 你怎么看韩冰的这种崩溃啊 其实谢安斌 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跟他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出他的无奈嘛 对不对 他说他越来越感觉到说 韩国瑜的嘴巴快到 连他们要怎么辨解都来不及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想到什么 就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 他也很可怜啊 对不对 他很努力在辩解问题 是左欧支持 像博弈昨天来的时候 也是讲到都一直堵堵堵 不知道在堵上 所以韩国瑜都跟你说 你做社会 你害死这些人 你刚才没堵 但是你去说堵 我觉得很流利 很流利 对 这个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韩国瑜今天讲话 讲出来的时候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以前都讲过了嘛 你的嘴巴快到实在是 连你看蟹寒冰都不知道 要怎么要去回 对 这些名嘴不是反应都很快吗 你看你比 你比这些名嘴反应都还快 而且你一个人 你难道要像每个人 那都像蟹龙介一样 像陈丽娜一样嘛 有 我有看到 对不对 你看到 现在人家在替你 替你替你替你 替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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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替替 不是替你替替 现在是大家要替你替替替替 替替替 替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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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有那個九隱階段那個 奧塞羅症候群之外 他今天說實在他的信心已經不足 已經崩潰了 你知道嗎 他在說什麼東西 你有感覺嗎 他那邊做總統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人也很恐怖 他那邊做總統每天 每天都沒問題 他說 阿公 聽說要打過來了 還是明天都會火山爆發 還是後天都會行星撞地球 你不就經常造成那種恐慌嗎 對不對 你想到什麼 你如果沒事情做的時候 他轉移焦點嘛 所以就是講這個國家機器 就是轉移焦點 我就跟你講 他就是又去那邊刺激那些韓粉嘛 對不對 我講國家機器 我就跟你講很多韓粉就會相信 因為以前有很多例子啊 可是以前的人家的例子 相信要被打臉 以前人家講這些東西的話 是有提告 是有證據的嘛 那你韓國瑜就是講的這樣 而且還有人幫你助威 助威之後你的證據在哪裡 搞得不太刺激的時候 黃簡就又出來說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講話之前 可不可以先跟你的選舉幕僚 競選幕僚 團隊先溝通一下 一個拉的比一個調子還高 對啊 我今天講了之後 那你拉那麼高 你不是每天被打臉 難怪你的民調一直弱嘛 對不對 這個就表示說 你的誠信問題在哪裡 韓國瑜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參選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中一點就是你的誠信有問題 你有沒有一開始他講的東西 你看他每次講每次講的話 久了之後大家會檢驗嘛 你的韓粉會麻痺 可是一般民眾會覺得性智越高昂 一覺得說你韓國瑜在拜啊 還拜啊 看你要拜到當時了 對不對 所以你每拜一次的話 等於是很多人在沒有辦法 幫你圓晃的過程之中 或者是在看不下去的情況下 這些支持者當然會慢慢走掉 難道他不知道這些事情嗎 對不對 你說謝寒冰 他今天出來講這句話的話 有多少謝寒冰的粉絲的話 他不會跟著走嗎 對不對 我連謝寒冰就拜不下去了 你們還在拜什麼 對不對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你看 你韓國瑜 真的是整場都像我們兩個字一樣 鬧劇啦 那你為什麼要鬧這個東西 你難道不知道嗎 你國民黨現在不是說派的 洋洋傻傻 國政顧問團 什麼挖國手一大堆 什麼請全力要幫韓國一進行 那你們有沒有幫他管住那一隻嘴 我就常常講嘛 你的言行舉止 你要先把他管住啊 國民黨沒有人管得住他嗎 對不對 你要幫他要幫什麼 今天中午又在直播 播了那個什麼什麼 你的能源政策 我在講實在話 你不用每次話講了之後 才要去彌補錯誤啦 你在講這句話之前 你有沒有跟郝瑋瑜打過招呼 你合作我們台 那個核能電廠 四座核能電廠 新北市就有三座耶 對不對 核佑瑜想說我這麼多 他曾經就當眾問過他們消防局的 弟兄還有消防局長說 如果核能發生問題 發生核安問題的話 你們有沒有把握可以搶救 你知道所有的消防隊員 當場就弄在那邊 沒有人敢打 更不可能啊 所以他怎麼會一直告訴你們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嘛 對 他強調的是生命安全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這個沒有改變之前 你有沒有先跟郝瑋瑜打過招呼 說我今天說要重啟核事 要怎麼講 要怎麼溝通 你郝瑋瑜是不是可以也支持一下這樣 他都沒有打過招呼 你嘴就說出來 當然郝瑋瑜要打你一點嘛 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 像今天 好啦我一直講說那個 大家講說他久穎的 為什麼他的行蹤常常都不見 他今天不是會那個自民黨的 那個青年局的那些議員嗎 對啊 那些都是日本的政治新秀 你讓人在那邊要半小時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很扯 你連一點國際判斷力 這些外來的友人 你不知道他們的重要性嗎 對啊 要不然就不要排啊 對啊五年十年之後 在日本政壇 這些是有影響力的人 他一直來的時候他就想 他就想說 台灣有一個叫韓國瑜的 他們現在還哭說他韓國Fish 對不對 我當時年輕的時候去拜訪台灣 去拜訪高雄的時候 他竟然讓我坐在那邊哭等半個小時 你說他心裡面不會有不爽嗎 還把演講稿念兩次 對啊 不是演講稿 是因為那個副民事長感覺說 市長到底會來啊 不會來啊 我先念就好了 你如果沒有準備 照國際禮儀的話 你市長是不是要在那邊等人家 副民事長接到統治應該是不會來 他才敢念 他才敢念 所以他就把市長的搞念掉 那你市長也總該要準備一下 一些應變措施嘛 照理來講國際禮儀是 你市長應該在市長是等 等到大家究定位 你就要馬上出現 歡迎他們 你竟然讓他們等那麼久 我就覺得你連國際禮儀 你這種基本常識都不懂的話 你在這邊你怎麼以後要做外交 你要跟他講 你變總統職責 你做外交 可以拼外交可以做得多好 你跟他共識我也不相信 來我先問一下這個小平 其實今天有這個網紅名嘴 講說就因為一個追蹤器的這個事件 韓國瑜呢 把這個自己的團隊搞得失衡遍野 還說呢 這一些呢 幫你跳出來護衛的這些將領 到後來都變成只有幼稚園的程度 你怎麼看 這一場局一下去的話 再一直下去的話 你看大家開始哭手 你哭手是小 這個形象 慢慢一點一點的累積起來 你韓國瑜現在真的選得下去 就很難選得下去 可是我敢保證一定不會換雨 換韓不會 吳敦雲一定從頭把他綁到最後 然後呢 那選民自己做棄保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再回到這件事 我覺得他現在是 要大家說他一個指南針 指南針是定方向 他的選舉完全沒有方向感 不曉得幹嘛 我說韓國瑜 我舉例說 上次那個爬樹登革熱 他現在認為還是網紅在選 現在不是 因為選舉還是他的莊重性 尤其你選的是叫總統 就是他現在才不配位 他的國政實在太弱 他又迷信說認為我搞東搞西 我才有百面在 我的民調就不墜 那我民調只要撐到9月17 那不要被郭台銘贏太多 郭台銘可能就打笑念頭 就不選燈 他這個心思都是 我認為都很危險的想法 我舉例說這件事 就不能處理成這樣 而且我 陳立娜跟謝榮介 我替他們喊個冤 據我側面了解 消息是是伺服給他們的 真的是伺服給他們的 是 然後接下來說 你們去問這些人 我都不知道 我眼睛看到 對 給他消息 他當然想加大 加大效果 對 我知道 他就他認為 從鵝毛變成鵝 對對對 他信者為真 我想說市府 這個地方機器 政府怎麼可能會 給我假假玩意 小明天 當事人不是這麼說 他沒有這樣講 我知道 你這個要澄清一下 不是 講什麼 他們誰 哪個官員跟謝榮介 陳立娜講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他們有在抱怨說 消息來源 來自市府 說有這件事 細節不要講那麼細 沒有人知道啦 所以他們電視上 當然也加油天助講了 照著現在下不了台 這就是很辛苦 然後還被這個市府的人給賣了 是 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然後呢 你我都是打籃球的 像我啊 就籃球魂 我們就有個底 就籃球是投進算兩分 那投三分球投進算一分 籃下投進算三分 這個是我們籃球魂的 我是講中華完全不能接受 那同樣為什麼我要講籃球魂 謝寒冰是什麼記者 社會記者 他有社會魂 你講政治魂 他可以暫時忍耐 其實謝寒冰是個中華民國派 謝寒冰繼續能不能上中天的電視 就作為中天 拒不拒拒挺韓國瑜的指標 很有趣啊 其實這個觀察點 你講出內幕了 對 然後今天 這麼嚴重 是 然後呢 今天有一位名嘴 他說韓國瑜 韓國瑜就是 就是 就笨蛋 問題出在韓國瑜本身 對 那今天竟然 忠實的電子報 還引用這位 我的學長 這個名嘴 的用法 以前是 他是韓黑第一名嘛 以前都幹他等 那接下來 我繼續講 因為你今天 這個叫做謝寒冰 他有時候跟我們聊天 我們也熟嘛 然後他有時候在政治上有些抱怨 他也忍耐幫你講 因為這個人也講道義 可是社會魂出現 你講到社會的事 你講到凶殺愛 你講到追蹤器 放在引擎上 這個他不能接受 他社會魂就跑出來了 超過他的知識的 忍耐的範圍了 你知道 所以他就講了這些的話 這些話實在是 對韓國瑜是很傷 然後是非常的不好 然後接下來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我認為除了轉移焦點以外 他現在左之右處 手足無措 他不曉得怎麼選 所以看吳敦應或張三鎮怎麼幫助他 那他的決策小組 你看出台灣的新聞怎麼樣 陳野新聞 陳野媒體 拜野媒體 誰可在州 亦可覆州 以前因為 你得到四十幾%的票 你贏了這個十幾萬陳其邁 全部靠媒體 不管是電視 不管是網路等 可現在 現在媒體在反斥他 因為你表現得不好 他現在左之右處 手足無措 他不曉得怎麼選 所以看吳敦應或張三鎮怎麼幫助他 那他的決策小組 你看出台灣的新聞 怎麼樣 陳野新聞 陳野媒體 拜野媒體 誰可在州 亦可覆州 以前因為你得到四十幾%的票 你贏了這個十幾萬陳其邁 全部靠媒體 不管是電視 不管是網路等 可現在 現在媒體在反斥他 因為你表現得不好 其實媒體也很殘酷啦 平常你這樣 所以你要看怎麼樣 你現在是騎腳踏車 再等於是 現在郭台銘他們要組這個聯盟 等於是騎下坡很快 你等於騎上坡 因為現在你要 從領先很多到落後 要追趕蔡跟郭柯聯盟 所以他必須忍住這一陣子的 臀大肌跟大腿肌肉的苦楚跟痛苦 你騎到平路 就暫時你不要急你想綁回什麼 你落後就落後了 你讓他平順一段路 騎一段平路再尋求有下坡的地方 再衝刺那個速度 所以他現在很急 那同時呢 而且呢 他的決策小組 一個媒體出來 一個新聞出來 你信不信這個 這個他辭職緊扣 永康街那個新聞 他爬樹的 以及這個 今天這個這個 這個叫追蹤器的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超過一千萬成人看 你信不信 這種新聞大到這樣 新聞都很大 所以兩個新聞就上天堂 兩個新聞就下地獄 這個就是總統制的選舉 這個就是台灣媒體發達的 一種節奏感 這種節奏感一定要抓到 這個很好 好啊那你新聞怎麼出來 新聞一出來一千萬人說好 一千萬人幹掉你 難道就是王淺秋跟潘恆旭 你們三個就決定了嗎 他的決策小組到底是什麼 那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能夠阻擋 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檢查機制在哪裡 他的選舉的機構實在太 人跟機構太單薄 這樣選下去的話 民調我認為 還會繼續往下掉 我都可以大膽的預測啊 這個大膽預測 郭台銘只要出來選的話 他就講個口號 叫做 那叫做什麼呢 叫做 氣寒寶鍋就台灣 這個方向一定是這樣子走 不過光是這個追 追蹤器可能就無法解套了 因為這個網友就講說 追蹤器到底在哪裡啊 原來追蹤器應該是這一家電視台裝的 你們來看網友最近在哭手 最有可能在韓國瑜就要裝追蹤器 當然就是這家電視台啊 你看獨家上班的時候 韓國瑜在幹嘛 私人形成怎麼樣 又是獨家質疑 所以網友就開玩笑 追蹤器應該他們裝的吧 而且我們舉例喔 大概只是萬分之一而已喔 然後大家想說 所以呢 韓國瑜也太疑神疑鬼了吧 你看從一開始要選舉的時候 說這個 自己表現不好 說是這個護唇膏 這個事件喔 塗了護唇膏之後的喉嚨痛 所以表現不好 麥克風沒聲音 也是國家機器什麼 坐車啦 然後李嘉芬不是說直升機 在他家上面飛來飛去的嗎 然後韓國瑜不是還預告嗎 這個禮拜民進黨要打他吸毒啊 然後什麼講稿被偷也是國家機器 連王小姐事件 可能都是國家機器等等啦 好那我們再來看喔 那剛剛這個年換也提到了 甚至打都還打錯 提到2011年呢 蔡總統與在野黨的身份 當時公開抨擊馬政府 做政治爭訪的時候 是否也曾經提告 他說答案當然是沒有啦 還叫蔡總統要主動宣示 不會讓國安情緒單位 介入選舉勤收接控相關的 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然後叫這個蔡總統 不要逼著韓市長自己去做 無謂的提告 測到你去哪招啊 結果呢 當時的這個律師黃帝瑩 馬上就PO文 然後小英有告啊 就是當年辯護律師 而且有沒有舉證 有舉證啊 然後另外呢我們來看 韓市長的今天呢 這個我們常常說 他平日拼市政啊破功了 就今天呢他又來一招 說午休時間來直播 談國證啊 不過因為韓市長是責任職嘛 所以午休時間 這個直播談國證有錯嗎 等一下來問一下定語委員 另外呢就是接下來 韓市長的8月25號 台中呢又要跑去連敗酒間公廟了 那盧秀燕呢 可能被喊粉攻擊 他說現在呢 應該有一點時間可以搭配上了 可能可以陪他一下下 那9月1號呢 他是首度呢 在這個提名之後要去訪彰化 網友嚇死了 網友說我以為8月30號就鬼門關了耶 怎麼9月1號還有啊 還有網友說呢 這個無德又無能不配來彰化 有多遠就滾多遠 還有網友說真是彰化的災難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些網友的反彈是如此之大啊 那更不要講韓市長最近也是力求表現啊 像昨天去這個 美國商會的時候 他進行演說啊 就中英文交雜就被大笑 說是精進體 到底怎麼回事 聽他當時說了什麼 當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When I was the freshman of the college 我晚上上班 就在American club 白天是student 晚上是American club Security guard 所以我的tuition的fee 我的大學的生活費 都是American Chamber pay me OK 來來問一下我們對今天體行有研究的 這個定語委員啊 怎麼看這個韓國瑜這樣表現 可是他確實是在力求表現 然後呢 現在呢 人家午休時間不睡午覺 來這邊直播談國政有錯嗎 隨便他啦 隨便他啊 你怎麼一副了無聲趣的感覺 他連接待青年局 可以遲到二十五分鐘 然後又LINE說前一段去那個 他們的客委會主委的媽媽的公計 媽媽公計是八點 所有的市府議席主委在那邊等 他那場也遲到 八點半才到 然後八點半到 公計給你十分鐘好了 八點四十 從美農到高雄市政府 是他唯一的一個行程喔 唯一的一個行程喔 唯一的一個行程喔 他今天公開行程就這麼一個 八點四十讓你從美農離開 如果你以為接待日本這個青年局的時間 太早 爬不起來太不人道 十點半耶 你八點四十 從美農到高雄市政府 一點鐘就有存了耶 兩個小時遲到 他遲到二十分鐘 所以過頭後面都延遲啦 沒有 你延遲到的話 你到了那個公計場合已經八點半 後面應該不會延遲 你終於走去堆啦 沒有啦 去檢查看有沒有追蹤器啦 我覺得搞不好市政府的官員說 麻煩拜託裝個追蹤器在市長那邊 不然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啊 所以那個傅秘書長 高雄市那時候不知道 什麼國際醫療美容啊 什麼某天倫啊 國際化文化局長 要來講英文嗎 他的國際處處長 到現在沒有啊 所以才用這個傅秘書長代嘛 那傅秘書長有何德何能 那個雄心報紙膽 把市長的講稿拿來念 一定有人跟他講 市長不來啊 你先代表接待一下 因為遲到太久了 唸完了 市長進來再唸一次 這是要犯一個什麼禮貌 我們都知道稿是人家寫的 但是你一個稿念兩次 就擺明當著人家唸說 對 我這就是人家寫的 我一點誠意都沒有 所以他中午要直播講國政 隨便他啦 你的市政 我真的活這麼大 沒有看過人家在演講說 演講稿同一份 然後同一個場合這樣講兩次 他旁邊幕僚背後 像說市長有黏過了 趕快改一下 這個很荒謬你知道嗎 但是我必須幫韓國瑜講一下 韓國瑜還是國民黨 最強的候選人 絕無好話 目前啦 紫澤的辯護雖然是軟弱無力 我待會說 我實在不想打臉 因為打到手會痠 不要害他被開除黨籍 打到手會痠 紫澤是鐵真正的漢子 怎麼軟弱無力 歡迎你 紫澤我現在在幫你 我跟你講真的 韓國瑜是經過這樣子 因為兩黨都對戰嘛 千錘百鏈 拼命檢視 人家民調還是贏郭台銘 郭台銘還沒有檢驗過 郭台銘還沒有檢驗過 韓國瑜是自己出包 自己買炸彈 自己炸死自己 還不會死 叫做不死鳥 你去哪找到這麼強的候選人 自己弄個追蹤器 然後第二天不到24小時 說那沒了 五塊一條 我們台語說 很多人都會受水洗辛苦 他在法定把衣服都收走了 謝龍介 那什麼麗娜 不都被他害死了 對不對 約人家去洗澡 然後他還沒跳下去 就把衣服收起來說 不行了 那個誤會一場 這樣民調還可以撐在那裡 這如果不是最強的候選人 你去哪裡找 一般的政治人物 這樣已經死三輪了 我們台語說 很多人都會受水洗辛苦 他在法定把衣服都收走了 謝龍介 那什麼麗娜 不都被他害死了 對不對 約人家去洗澡 然後他還沒跳下去 就把衣服收起來說 不行了 那個誤會一場 這樣民調還可以撐在那裡 這如果不是最強的候選人 你去哪裡找 一般的政治人物 這樣已經死三輪了 準備推出政壇了 韓國瑜很厲害 歡迎你把我們當作軟弱無力 沒有沒有 想想看去年底 是哪一黨大敗 是哪一黨 15個縣市 是哪一些民進黨委員 還有政治人物 就是因為要 我讓你講 我講說你讓我講 你不要急了 韓國瑜還沒有完蛋 歡迎 韓國瑜其實他的 他的強 他的強任在哪裡 他真的有一個 20%到25%左右 很堅強支持他的人 就算你們剛才在 我們剛才在虧謝寒冰 今天下午又更正說 我還是支持韓國瑜的 他沒有翻難悔悟 他還是執迷不悟 所以我要回來講說 韓國瑜這個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今天他不知道事情的輕重 講小的事情 講美國商會 美國商會 他會邀請來的 是認為你是夠格的總統候選人 請你來針對產經政策 告訴我們 我們台灣的主要貿易對象 其實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對象 70%左右 就你要怎麼告訴這些商界的人 回去影響美國政界的人 美國很現實的 你捐款多的人 你說話聲音就大 所以他要聽你的國證 就你在那邊說 我以前是個學生 晚上是個警察 講了兩分半鐘 很明顯沒有準備 所以今天美國商會有些朋友 都對外講 所以我看那個商會的人 每個被記者問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們會保持最大的禮貌 就是正大眼睛 嘴巴開開 什麼都講不出來 然後今天傳出來說 國民黨不是三年前是執政黨嗎 國民黨不是台灣最久的執政黨嗎 國民黨不是有很多重要的產業 經濟人才嗎 怎麼推出一個總統候選人 好像完全沒有準備 中午吃飯跟他們挖水溝 他怎麼會沒準備 他講了庶民經濟發大財啊 你以為跟美國商會要講這個嗎 美國商會認為台灣是重要的封電 離岸封電的基地 那個是重要的投資標的物 韓國瑜在那邊 你知道我們外交不能當的外國人 罵自己不同的政黨 這是禁忌 我不喜歡馬英九 我也不會到國外去罵馬英九 他當總統的時候 他在裡面都講的反對啊 現在政府不好啊 綠電不好 然後挖水溝啊 清汙泥啊 就沒有準備 清呼了這場合 可以帶給他總統的高度 我相信朱立倫 心裡一定在糖學說 那是我 我就會用英文跟他們講 因為他在美國學會計出身了嘛 他錯過了機會 追蹤器也一樣 追蹤器 是一個嚴肅的課題的指控 被他搞得像黑色喜劇 你說你指控國家機器 或者不同陣營在你的車上裝追蹤器 這一個是 我常常講 這是水門案等級的指控 民主國家這是很重要的指控 指控完了 你的朋友都跳下去了 謝龍傑說什麼 我親眼看見 有一條線 在引擎下面 說怎麼真的 可是他說那不是韓國瑜的車啊 重點 主角一定要是韓國瑜的車 才有意思嘛 重點要有一台車 車是韓國瑜的 然後引擎那邊要有 不管是上下左右 要有一個追蹤器 他說怎麼真的嘛 就今天下午被問到 人家追到最後他說 是記者給我看相片 我有看到的是 記者給我的相片 對自己的記者 拿著這個相片 不會當獨家看出來 沒有啊 我沒看到電子報有啊 另外一個更可憐 我們的麗娜姐姐 說怎麼有 他說 我已經講就是有 我看到相片了 然後人家去問王淺秋 這個事情的指控 是來自於韓國瑜發動 王淺秋 然後剛才呢 我講說 鍾小平的消息來源是對的 我跟一個某葉姓議員同台過 這樣講會不會太明顯 葉原汁 他就在看群組 他就在看群組 要不要消音啊 不用吧 他就看群組之後呢 就講說 在影集上面 有那個追蹤器 我還提醒他說 我為了你好 要引述誰的話 把名字講出來 他說王淺秋說 他現在應該要很感謝我 還有他引用別人的說法 變成人家找他要追蹤器 所以有人在散播這個訊息說 有這追蹤器 有相片在引擎 在引擎 已經不合常理了 所有通訊行 這個偵探社的 真信社的人都知道 不可能裝引擎 我們就按下不表了 那你做了這樣指控之後 相信你的人 拼命用自己的公信力 幫你背書 然後故事講的跟真的一樣 今天陳妮娜怎麼說 我沒有看到相片 那他這樣以後講話 誰要信嘛 那你沒有看到相片 你怎麼講的跟真的一樣 市政府的官員跟我講的 哪個官員跟他講的 他不講 我們當然已經在討論 搞不好那個人就是韓國瑜 因為那個陳妮娜 每天在市長是混的人 他這個議員 是每天在韓國瑜的市長 是混的人 他跟市長是一級關係 所以到底誰跟你講 有追蹤器的相片的 誰讓謝龍介講出說 我親眼看到 我還要拿出證據來 那現在變成是韓國瑜 跟王淺秋實說 淺淺的說 沒有啦 我們只是懷疑 我們的感覺 如果有你們去問這些人 你這種重大指控 如果被你指控到的人 蔡英文是不能選的 那回過頭來 我只要求 其實韓國瑜 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太過武斷 我道歉 就解決了 你道歉就好嘛 你不道歉 害死你真的得用 害謝寒冰在那邊 冰來冰去 你就是沒搞清楚狀況 亂講話 道歉 可以解決的 你如果不道歉 不解決 就趕在那裡 每個人就找陳妮娜 找謝龍介 來謝龍介相片我看 這個事情可以搞多久 網友可以玩一個月啊 然後在對上 你以前看到直升機 從天上飛過去 軍用直升機在監控我爸爸 記者要拍空拍 1500塊的空拍機 就可以解決了 我還派個 軍用直升機 油料加一次要幾十萬 對 這個就變笑話 所以從一個 重大的民主憲政指控 變成一個笑話之後 現在就打算 要回到政策的戰場 我才會講中午那個直播 誰理你 你開放call in看看嘛 人家一定會問你 追蹤器 而且大家現在focus 都在金晶體啊 所以他的英文 他的英文在那個場合 不足以應付 你就講中文 甚至於國家元首 英文再好 都要講自己的語言 那是一個 維護國家自尊 就他在那邊講什麼 那些就像我說 這個有夠偉心 人有夠good 他講的話有夠fine 你講這個代表英文很好嗎 我真的是 我才是受不了 黃定語你不要再講 我就會看到一幕就說 你怎麼會在美國商會 正式演講 然後講說 我以前是個學生 晚上是 看你的ID no member go away 我天啊 美國商會耶 講產業政策耶 所以 當經濟籃 知識籃 看到跟連勝文會反應說 他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我現在慢慢相信是真的 我剛才知道指責的辯護就是 我為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講 比如說你現在去扯那個456的東西 蔡英文當年是被媒體問 被動回應說 他有這個感覺 而且也提告了 而且有證據 你講那個語昌案 後來劉易如有沒有求勞 有沒有 有沒有具體事實 你怎麼拿出來對照這個 莫名其量指控 莫名 劉易如是部長耶 不是國家機器啊 那個 那個只是服貼上去造假 那不是國家機器啊 你們國民黨做這麼丟臉的事情 蔡英文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韓國瑜不能有這樣的感覺 這是什麼兩套標準 那是證據 韓國瑜是說謊 你請蔡英文先把泰國的那個 拼字拼好啦 指責啊 我告訴你 韓國瑜到現在沒有證據 蔡英文 劉易如那個事情 是有憑有據 你怎麼可以來混在一起講 枉費我還覺得你是國民黨裡面 講到底的人啊 那處長會副主委是不是證據 處長會副主委 他講錯事處罰 而且他把拉起開玩笑的話 他就下台負責 那是不是國家機器介護 這個白色恐怖迫害的事情 現在人家說 好人家說我是東廠 我就是東廠 態度不對 辭職 你在指控什麼呢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 韓國瑜是你們 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做了一個這麼重大的指控 沒有證據 自己還小聲說 沒有而知懷疑 你不鼓勵他趕快道歉解釋 你還要去扯那些東西 你是要幫忙換魚 還是要幫忙撐魚 我真的搞不清楚 不過我問一下這個義夫 其實剛剛指責 有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 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韓國瑜 他總是自己一個人 站到最前線 你看包括了他自己 在臉書發文 我照任市長之後 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然後現在自己跳出來講說 我的坐車被裝了追蹤器 等等 雖然到後面呢 都被這個大家打臉 可是問題是 韓國瑜現在他們整個的這個 競選策略到底是什麼 而且你看喔 韓國瑜被打臉了 講錯了 我就打帶跑啊 我不理你了 然後我就換下一個 不停不停的 把這個球丟出來 然後呢 就像大家講的 底下的人死一堆 你說陳麗娜好了 謝榮介好了 其實韓國瑜也害到自己啊 以後這些人出來 幫你辯護的時候 誰還相信他們講的話 所以你怎麼看 韓國瑜為什麼今天 會變成一個人 主帥戰到最前線 可是到最後呢 死的是你底下的 三軍將士啊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韓國瑜的競選團隊 其實都在各地嘛 在台北的在台北啊 在哪裡的在哪裡啊 其實他們是真的沒有一個 團隊的軸心在運作 那你沒有團隊的軸心在運作的時候 你碰到事情就是 變成一個很怪異的狀態 就是大家都想要問市長 那市長打完了以後 全部人都要圍繞著市長 所以所有講的話去拓展 定調 然後呢 這邊加一點 那邊加兩點 這邊加三點 加到最後不可收拾 我覺得這是一個 韓國瑜陣營裡面 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嘛 他的幕僚 到底能不能去跟韓國瑜談事情 我現在都懷疑了 我現在都懷疑了 就是說 他的幕僚到底有沒有 可以跟韓國瑜 在討論事情的過程中 不分大小 我常說一句話 討論事情的時候不能分大小 否則有大有小 那小的永遠不要講話就好了 大的決定嘛 執行事情要有大小之分 因為有指揮者什麼樣下來 但我覺得他們那一邊 似乎討論事情或是怎麼樣 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機制因應 我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什麼議題小組策略小組 有人指責好像是議題小組 還策略小組 他人在台北 議題小組 他人在台北 有的議題小組人在高雄 有的策略小組在台北 有的策略小組人在高雄 我請問你們怎麼開會 你們到底要怎麼開會 你能不能告訴我 群組裡面大家滑來滑去 滑來滑去滑來滑去嗎 沒有耶 就說你的軸心到底在哪裡 其實在韓正營現在是看不到的 那我這樣說了 韓國瑜最近開始才在要建立軸心 當然國政顧問團 國政顧問團可以國政顧問團 國政顧問團是在擬定 未來參選總統的國政願景 跟政策的部分 但是你有很多事情 是隨機的選舉策略的等等 我覺得現階段 他比較麻煩的是這一個 所以碰到任何議題的時候呢 沒有暫緩 就是大家就開始賭市長 市長只要一講了 大家就開始圍繞了 因為沒有人去跟市長回應說 等一下媒體可能會問你什麼問題 我們所擬定的一個答案 大體上是怎麼樣 這個機制是沒有的 所以市長一講出來 全部人就只好為了市長在繞 還是市長是你覺得 我比你們都會講 因為成會的時候市長還沒起來 沒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他現在我所知道 他現在也在要尋求一個大概改善 我覺得媒體是一個 台灣的媒體是真的蓬勃發展 就是說對總統的候選人 他會盯得很緊 甚至於都是專責在負責的 所以有時候風吹草動 麥克風一督上去的時候 你市長只要講錯一句話 你候選人只要講錯一句話 善後的時候就說該不該道歉 怎麼道歉 道歉的方式是怎麼樣 讓大家可以接受 然後又不至於太損面子 怎麼樣 善後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所以連名字都抓狂 有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現階段就必須慎重慎重再慎重 因為你講錯一句話 後面要善後的可能是 大家要耗費一天兩天去研究 怎麼善後 所以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我覺得指責他們 就是說幫韓市長辯護 我覺得他們唯一辛苦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今天我可能才在這裡辯護什麼事情 他說辯護完了以後稍微鬆一口氣 砰 我明天又要去辯護了 所以說有時候就是說 韓正宜那一邊 其實我一直說要慎重 因為他們出問題 快過指責他們去辯護 就說出問題的人太多 韓市長把他的辯護團隊 莫名其妙就出個問題 大家就雞飛狗跳 結果雞飛狗跳完了以後一回頭 潘恆旭又來一個問題 然後有時候王淺秋又來一個問題 大家光幫這一些人 善後問題的速度 跟不上他們去製造問題的速度 所以他們陣營裡面要 真的要嚴肅面對他的團隊怎麼重整 還有市府團隊跟競選團隊 現在變成競選團隊好像變沒事 市府團隊在惹禍 那大家幫市府團隊辯護的時候 你有看到競選團隊的影子嗎 有曾永泉總幹事 市府團隊也在幫忙辯護 不是 我們隨著說你就看到他們現在在辯護什麼 是辯護市政裡面的惹出來的 對啊 那競選團隊你看反而變成 但競蹺蹺蹺沒聲音了 就是說真正在輔選那些競選的什麼 發言系統競蹺蹺沒聲音了 議題小組在辯論發言系統 競蹺蹺蹺 競蹺蹺 就變成你會感覺他的團隊是不是脫軌的 就市府裡面是不是有人納入競選團隊 競選團隊裡面是不是跟市府裡面去怎麼配合 你看不到那個聯繫度 我覺得你說為什麼會站到第一線 就因為這樣啊 如果他的競選機制是相當完整 就不會變這樣啊 然後 可是這樣的參選人你真的也很難控制啊 是啊我也覺得 自己三不五十出來放炮你管得住他嗎 所以他現在我就覺得韓國瑜必須學習一件事啦 就需要戳戳妹啊 科文怎麼知道戳戳妹 他要學習一件事就是說 真的啊 他現在是總統提名人 總統提名人 他的講話要慎重 很多事情一問之下 不以第一時間打 就不要第一時間打 我覺得你就像直播談市政好了 談國政好了 當你看到黃世修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重啟核事了嘛 但是重啟核事這個議題 是不是經過一個國政顧問團裡面去達成的共識 就像學偉講的啊 你有去跟侯友宜稍微打聲招呼嗎 我覺得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他是不是國政顧問團裡面 未來寫在政策白皮書裡面達成共識的話題 是不是達成共識了 不會 如果說今天大家說 你講了 就國政顧問團裡面討論說 不宜重啟核事 那怎麼辦啊 那怎麼辦啊 就像九二共識一個說到題 另外一個是起草人 所以我就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你有很多談國政的時候 你必須是一個國政顧問團 基本上有共識的東西你拿出來談 否則我是覺得就盡量保守一點 然後呢 你的國政顧問團裡面呢 今天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去美國商會的時候 你的國政顧問團有跟你提供什麼的政策意見嗎 現在出現這個問題啊 你的目標 要國政顧問團給你搞 不是 你到底 你到底 國政顧問團對財經上面給你的意見是什麼 對 你要答什麼 你要講什麼 所以我發現 其實你國政顧問團大體也成型了嘛 你的競選議題小組策略小組發言系統 好像也慢慢建立了嘛 但是你總看到好像 這些系統是 擺出來給大家看完了 然後就說這些人這些人 然後鞠躬結束了 他到底 你要他們扮演道具還是工具 而且你一百人國政顧問團擺出來 你起碼你自己的樣子也要出來了吧 這麼多人在幫你 我今天講一句話 你到底把它當道具還是工具 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插一句話 現在國政顧問團跟韓國瑜的 快人快語 即將在未來的兩個月內埋下 無法處理的地雷 比方說你今天找這個土條 黃世修 跟這一個張善政講何事的事情 你不 國民黨現在最大諸侯是誰 侯友宜啊 是侯友宜耶 對 新北市長你這個政策上下左右沒有溝通好 你萬一兩個月後這個東西又收回來的時候 你是要張善政走人還是要侯友宜走人 這是一個 我今天講一下 我同意你的問題 我為什麼說一句話 其實國政顧問團就是那一群人 閉著眼睛 也不能說閉著眼睛 閉起門來裡面再討論政策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有15個縣市扣掉你有14個 這14個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本來要把他們的地方意見納進 我剛才講國政策不是智庫 他是執政的實際執行藍圖 才要納進來 你執政的實際執行藍圖跟你影響最直接 人口最多最大諸侯的侯友宜 你都沒溝通了 你這個東西將來要不要調 那調的話是張善政的問題呢 還是侯友宜問題 朱立倫在國內接受訪問到美國也提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反送中國民黨應該要有態度 一個是九二共識不要再死爆了 那將來你國政顧問團針對中國政策 現在看起來是蘇琪或者廖達琪 你討論出來的東西 朱立倫到底在國民黨裡面算不算個咖 應該是大咖吧 那你這個都不討論 嘴巴放了就丟一個政策出來 10月份11月份或者將來國政辯論的時候 以哪一套為準 他們現在你處理國政跟處理那個追蹤器 跟處理美國三位都是一樣的態度的話 天啊 百姓誰放心啊 所以這涉及什麼你知道嗎 國內黨內的運作機器出問題嘛 是這樣 因為總統的這一個陣營跟你黨能夠影響的事跟立法院是容不起來 這就是黨中央的問題嘛 因為你要總統候選人可以說去把縣長 議長 立委召集起來 呼之就來 討論事情就討論事情嗎 那你在這一個候選人 裡面跟縣市 跟那個立委部門跟什麼 你的那個協調機制融合機制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應該黨中央要去撮合設置一個平台 但現在黨中央有這個能力設置平台嗎 曾永泉不是總幹事嗎 曾永泉沒有吧 只是提出吧 找曾永泉接總幹事 不思議 沒有 我什麼都沒講 好啦 等一下再問一下年晃啦 現在為了這個衝選舉你看 本來不是說假日拼選舉嘛 天啊 現在突然挪出了一個午休時間 然後在那邊搞直播 談什麼國政 然後剛剛照定宇講的 你內部都還沒有協調 你出來談的國政 到底誰相信會是你們將來的這個施政的方針嘛 對不對 這是一點啊 然後呢更不要講這個市政常常遲到 所以到底現在國民黨要怎麼樣來救韓國瑜啊 然後現在呢 看起來國民黨真的要這個群黨救藝人 可是大家回想起來喔 韓國瑜在最紅的時候 多少要參選的人 想要跟他合照 擠不出時間來 只好呢自己合成 跟他的合照 現在有一樣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藍營的人是說呢 國民黨現在要拿回政權 不能夠再依靠韓流了 策略呢必須改成 立委一票總統一票 從地方眾星拱月呢 來取代母雞代小雞 什麼叫眾星拱月 講穿的就是全黨救藝人嘛 然後藍尾 可是還有藍尾喔 這個也講喔 說以目前的民調來看 藍營已經實質的分裂了 為什麼呢 他舉民進黨為例 小英的支持度 現在是高過民進黨 可是韓國瑜的支持度 卻小於國民黨 這表示呢 韓粉之外 其他的粉通通跑光了嘛 所以他說實質分裂 另外呢就是 搶救國瑜大兵喔 現在黨中央該怎麼辦 出了這樣的一招 怎麼招呢 就是要求各縣市黨不能 競速掛出韓國瑜的競選看板 還強調喔 現在沒有完全沒有換魚的空間 因為你看板掛出來之後 你人選要怎麼換呢 所以 真的能夠團結嗎 但是還是有人叫不動啊 剛剛大家提到侯友宜 侯友宜最近頻頻嗆寒喔 包括了 首先他拒接競選總部的主委的時候說 我很是大體 四百萬人民就是我的大體 而且呢 被媒體問到 你跟韓國瑜吳敦義誰比較熟 他說啊 我跟十大槍擊要犯 張啟銘缺球比較熟 然後呢韓國瑜提這個核四重啟呢 這個侯友宜也好不客氣的說 根本假議題 燃料棒都不在了 你有能力處理核廢料嗎 好燃料棒都不在 你要怎麼重啟 所以呢看起來喔 為什麼侯友宜要這樣子 是不是侯友宜也擔心 我現在如果跳出來 會不會被韓國瑜拖垮啊 因為韓國瑜現在民調真的不妙了 按照品觀點或美麗島電子報 兩份最新出爐的民調 品觀點8月19號到20號做的民調 韓國瑜現在已經遠遠落後 小英有將近10個百分點 小英現在贏了9.5% 按照美麗島電子報 在台中市做的總統民調 等一下再請連話講 台中市非常重要 在台中市的這個選民當中呢 韓國瑜呢更是遠遠落後 給蔡英文大概呢 大概有14個這個百分點 小英拿到將近47.3% 韓國瑜只剩下33.4% 那如果是這個郭台銘出來選的話呢 這個韓國瑜呢更是成為小三 而且呢韓國瑜現在還要面對 明天郭柯王可能就要會面了 這個北市府邀郭台銘 要參加823炮戰今天日的活動 傳出王金平也將要出席 所以雙方呢 除了公開場合之外 會不會闢視密談來談合作之外呢 也傳出了郭營內部民調曝光了 據說呢按照郭台銘內部的民調 如果郭台銘呢現在真的成功取代了韓國瑜 韓國瑜被換韓成功的話呢 他來單挑這個蔡英文 郭台銘可以贏3% 那蘋果日報也報導說呢 郭王現在要等韓國瑜民調滑到20%以下的話呢 黨內呢出現了危機感 郭台銘呢就有正當的理由呢 取代這個韓國瑜喔 好那如果按照郭台銘內部的民調 郭台銘看到了天啊我如果出來 把韓國瑜換掉我可以贏小贏3% 他會不會更有信心要出來選 所以對韓國瑜來講現在這個年化你怎麼看 韓國瑜現在面臨的這個危機 哇這個國民黨有辦法處理嗎 韓國瑜現在面臨的危機是 韓國瑜自己要處理 國民黨沒辦法處理 對 因為我同意剛剛定語講的 沒有我年化不是沒辦法處理 是沒能力處理 對啦 我身為更正理一下自己 就我同意剛剛定語講的 韓國瑜雖然現在民調往下掉 但是他的底部目前看起來是非常的天固 大概就在25上上下下不會差太多 不會掉到20%以下嗎 王金平這個王正寅這個估算 是有他的根據的 我等一下再來解釋 韓國瑜現在的民調是在25上上下下 而且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那今天美麗老電子報做這個台中 這個我是有點意外 因為去年盧秀燕才剛大贏連任的林佳榮 20萬票 對啊 也不過到現在才8個多月的時間 在台中竟然蔡英文可以狂勝韓國瑜大概14% 而且中台灣大家都知道 從2000年的總統大選 一直到2016年沒有一次例外 誰贏中台灣誰贏總統 因為台灣的政治版圖 基本上北跟南相對穩定 就是北藍大於綠 南大概是綠大於藍 那雙方領先的就是大概南北互相抵消掉 那中台灣其實就是一個決戰點 包含中張投 那台中市當然台中市因為 他跟南投彰化是同一個生活圈 所以呢 他會有一些在選票的選舉效應上 會有一些影響 那這個是韓國瑜要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如果大家去看 他的團隊的確有很大的問題 包含像王淺秋現在的身份叫做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 他兼任發言人 那請問他這兩天發言哪一項跟市政有關 照韓國瑜的標準 一到五拼市政假日拼選舉 一到五市政的問題有問必答 跟選舉有關的書面答覆 那王淺秋你追蹤器的是 全部應該要書面答覆才對啊 這跟選舉這跟市政無關 公務車啊 這跟市政無關欸對不對 好那好你自己的王淺秋你自己的局處首長 都已經破壞你的原則 那你也不能怪大家就把他混在一起談嘛 你看今天中午的這個直播 坐在最旁邊的一個人叫杜子君 他們今天在大談要重啟何事喔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杜子君另外一個身份是什麼 是什麼 他是台灣風力發電離岸風電國家隊的其中一對 叫四季鋼的顧問 你一方面去當人家風力發電的顧問 一方面在這邊講說綠能不好 我們要重啟核四 你把觀眾朋友當作笑的嘛 你到底哪一個是真的杜子君啊 因為這兩件事情 他基本上他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嘛 一個是綠能發電 一個是會造成高度污染的核能發電嘛 結果你兩邊兩邊都沾 然後覺得兩邊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根本的矛盾 也就是說今天 剛剛上一副一直在講競選團隊 我一直在想 他的競選團隊到底有哪些人啊 就顧問團 國政顧問團是一個比較幕後的幕僚的角色 他不是檯面上的什麼競選總部發言人 競選總幹事什麼組織群文宣群都不是 那他現在就是靠市府團隊嘛 所以現在韓國瑜競選總部感覺就在高雄市政府 那我覺得韓國瑜你自己要去分析喔 就是說你的民調 為什麼會快速的下滑 其實你仔細去看他從六月份到現在八月底 大概六七八三個月的時間 他的民調的快速下滑大概有兩大階段 你去看那個民調區下 第一個階段是在六月份畢業季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是比較陡坡式的下滑 為什麼大家記不記得 很多畢業生用各種方法去哭手韓國瑜 為什麼愛說謊 然後這個做好做滿 對 那你不要看說這些都是可能是未成年的小朋友 這個高中或國中生 但是因為他的傳染力非常的高 他會變成一個大家查魚飯後 甚至網路媒體大家去哭手 而且你知道這種東西在網路上傳播率非常之高 而且速度很快 這是他第一波民調陡坡 最陡坡會發 如果我的預測沒錯的話 會發生在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 為什麼呢 追蹤器 昨天到美國商會的演講 其實韓國瑜 我覺得你的幕僚真的沒有跟你做好功課 美國商會那些那些人 其實你昨天講中文他們都聽得懂 因為他們都在台灣很久了 少數幾個人可能聽不懂 但是大多數人其實聽得懂 你不用講英文 那好你要全程講英文也OK 我也沒意見 你不要講那個 李李拉拉的英文 對那種精進體的英文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個今天馬上齁 就有人Kuso做一個笑話 這個是一個漫畫家叫阿瑞 他做了一個精進體的 國語體的英文 他一開始一個人去麵攤點菜 哈囉老闆 我要外帶Tank水餃一碗菜頭soup 聽說Your小菜非常delicious 有recommendation的嗎 你念太順了吧 不然涼拌peanuts來一份好了 我要tocoat don't need the餐具 也不要plastic bag 畢竟you know環保嘛 我speak這麼多 你有remember嗎 需要repeat一次嗎 結果老闆直接把店門 拉下來打烊了 老闆已經起笑了 好不好笑 很好笑 他Kuso的對象是誰 大家都知道 那你覺得今天這個漫畫 在網路上會不會被傳爆 當然會啊 會傳爆嘛 你覺得這個對韓國瑜的民調會有幫助嗎 而且大家還會比賽創意 對今天這個人 算是開第一槍 對明天搞不好會有更好笑的出來 而這些東西每傳播一次 對於他的支持度 對於年輕選民 對於中間選民 他都是不斷的 當你韓國瑜變成一個 被多數人取笑的對象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個後續的效應 就是說 開始有人會認真去思考 啊 選你做總統這樣甘好 那國民黨裡面的人會不會去思考說 啊我們國民黨真的就真的要挺韓國瑜 到底嗎 郭台銘跟王金平的機會就在這裡 他為什麼講20%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假設韓國瑜掉到20% 剩下80% 對 假設 蔡英文在40左右 那還有40左右 就是郭台銘或是王金平 他們想去爭取的對象 你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才有贏的機會嘛 要不然如果照現在的民調看起來 三組人在選的話 其實說實在誰都沒有必勝的把握 那可是對韓國瑜對蔡英文來講 他們是政黨提名 但是對郭台銘王金平來講 他必須冒著一個道德上的風險 畢竟尤其像王金平幾十年國民黨黨員 我相信郭台銘對國民黨也是有感情的 他必須冒著一個道德上的風險 就是第一個你要脫 我們不要講背叛太重了 就你要離開國民黨 就是違紀參選 這是一個道德上的風險 第二個 萬一最後因為你的參選 蔡英文連任了 那對於藍軍的支持者來講 哇你到時候變成縱使之地哦 到時候所有的錯 全部一定是怪在你身上哦 這兩個道德上的風險 就是郭台銘跟王金平 他們要去仔細評估 要去考慮說 那今天如果說 看起來我贏的機會很大 反正選贏了我當總統 就沒什麼道德上的風險 反正一樣是藍軍贏嘛 但是如果機會不大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需要仔細評估 我認為是需要 而這個機會就在於 韓國瑜能不能撐住 大概20到25%這個支持度 如果撐不住的話 國民黨不需要換瑜 我從來也不覺得 國民黨會主動去換瑜 不管是他沒有能力 或是沒有辦法隨便 我從來不覺得 國民黨會主動換瑜 但是選民會不會主動棄保 當有第三組人出來 而這個人又是泛藍系統出來的時候 選民可不可以主動棄保 選民可以啊 你國民黨管不了選民啊 這個是韓國瑜真正要面對的問題 來問一下這個學偉啦 你現在怎麼看 現在國民黨已經要從這個地方 幫重心拱藥去取代母雞帶小雞了 可是呢很多人也在憂慮又說 現在如果說你要用重心拱藥的方式 去拱韓國瑜 最後的結果 很多人都會想到說 以前你看滿久挺誰 誰就倒啊 那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不會擔心整個選情會被拖垮嗎 而且大家都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滑到20%以下 可是你看以前我們都說 韓粉勞不可破都是鋼鐵韓粉 可是現在事實證明他一直往下掉啊 他真的有可能就像大家講的 還有25%撐在那裡喔 我跟你講說 那個重心拱藥有那麼多心可以拱嘛 對不對 你國民黨裡面現在立委選舉的話 各個人人自為啊 我就以新北市來講好了 新北市有12席立委 現在目前有9席是民進黨的 對 那其他國民黨說實在話 大家那個時候都拚死命要出來選 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現在 有誰要出來選 而且7月底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跟韓國瑜合照的看板 全部都已經合照都已經拍好了 可是有沒有看到沒有人要掛出來啊 大家要等什麼 好啦你強迫他掛可以啦 那你補助給我嘛對不對 你知道以前他們選市議員的時候 有一陣子他們就用什麼手法 你知道嗎 他們是把兩張有沒有 合照雖然合照 可是中間都有機關的耶 中間是有可以拉鍊可以拉開的耶 我掛上去 好補助拿來之後對不對 我補助拿到手的時候 我拉鍊拉下來這一半的 韓國瑜的或者是那個馬英九的什麼東西 全部都拿掉嘛 要這樣喔 對啊 我幹嘛要連在一起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國民黨用這種下令號 有人講說 那你侯友宇跟盧秀燕 要不要把他開除掉 那我跟你講一句難聽一點 你今天把侯友宇跟盧秀燕開除掉 說你國民黨還剩什麼 對 我說一句比較壞聽 如果那個郭台銘現在出來號召 你不就存一個黨中央 跟一個高雄市的韓國瑜這樣 像韓國瑜我就跟你講說 他出來中午的午休時間喔 在出來那邊直播 什麼什麼國政顧問 什麼能源政策什麼東西 欸 有多少人是希望說 你能不能來直播 講講看你在高雄市政有什麼規劃啊 我就經常說你在高雄市政 你沒有留下任何的建築 沒有留下任何的政績 你現在天天在講國政 國政又哩哩哩哩哩 我跟你講那一百 一百多個那個國政顧問團喔 我前幾天就講過 那十七九咖哩啦 每個人都有一把號在那邊亂吹啦 吹到最後問題在哪裡 是韓國瑜沒有忠心思想啊 對不對 每個人都跟你講一套 那個也跟你講一套 你能夠消化得了嗎 那你自己的決心中的想法是什麼呢 對不對 我就預告說你張三政可以撐多久 而且現在在預告一個 還有幾天喔 看能夠多久喔 裡面開始有人要推出你的國政顧問團 哦 對不對 大家給你拔掉拔掉 像國民黨現在都用這種方式嘛 叫你說你要看盤要掛起來嘛 你沒有人要成立那個 那個競選總部的話 那是不是要開始黨部就變競選總部 就開始用這些手法在告訴你 逼你做這些事情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 國民黨現在已經淪落到這種地步啦 你現在 我說實在為什麼現在國民黨號令 所有的諸侯所有的地方人士 或者是那些立委參選 有一參選立委的人 沒有人要聽你的 因為你黨中央已經不是以前黨中央 而且大家就覺得說你黨中央 你現在是怎樣 你每個人 你看黨中央每天掛在那邊的話 每個人都有私心嘛 大家也都看得出來啊 你現在又跟我們家立委 有志立委參選的 跟地方這些諸侯白條條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聽聽看民意 到底現在想法是什麼 你叫我們去跟你白條的時候 我們沒有必要跟你衝著一起去死吧 我說實在話 好啦 今天如果真的韓國瑜是這樣的話 大家綁住的話 那2020選舉的話 如果除了出了總統大選之外 我連立委都整個都 都葬送在裡面耶 你黨中央都葬送在 甚至最後 國民黨知道誰 一個吳敦毅啊 剩下一個 那其他國民黨 都要賠償嘛 大家想到說 我跟你吳敦毅賠償我不值得啊 對不對 你吳敦毅現在在想什麼 大家也知道嘛 那大家想要換魚換魚換魚 換魚 換魚是誰講出來的 那你現在又怕人家講說 欸這個換魚 好像有這個理由 這個俄語很多的話 我現在就下去黨中央團結 對不對 那下去黨中央團結也沒有辦法 那司馬遭之心 大家人盡皆知啦 你今天韓國瑜就不行 我第一個講出來說 韓國瑜如果支持度破三層的話 他會直直落會崩盤 對不對 那大家講說他有兩層 到兩層五的那個鐵粉在那邊支持嘛 我跟你講那個鐵粉說實話 到那個時候很多人真的是跳船 再鐵沒有用 我就跟你說今天支持韓國瑜 很多是賭籃民進黨嘛 對不對 這邊有民進黨在這邊 說實在話 你去年選舉選成這樣 九合一選成這樣 那不是都是賭籃民進黨的嗎 那問題是今天現在是賭籃韓國瑜的 比你賭籃民進黨還多啊 所以你覺得這些鋼鐵韓粉 還會到那個時候還會挺下去嗎 你韓國瑜的民調一直下去現在20 甚至破20好了 是沒有那麼快啦 我是講說沒有那麼快看到 可是到了哪一天真的是破20之後 你覺得那些人還挺得下去嗎 而且如果統一組好了 國民黨裡面 郭海明那時候如果真的出來選的話 而且那個郭柯王真的是 合起來出來選的話 你難道那些人不會含淚去投他們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現在應該要想清楚說 你現在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你不要說說說說用什麼方法 可以解這個套嘛 那你韓國瑜說實在 我剛才一直在強調說 你嘴可以把它關掉 我看起來喔 韓國瑜他可以利用午休時間 他之前講說 1到5是拼市政嘛 6日拼選舉嘛 現在還想到一個方法說 午休時間 他晚上也可以拼選舉 他上班時間是什麼時候吧 他是責任制 隨時都可以拼選舉 他中午來上班 然後午休又直播一下 所以就下午上班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把它算一算 你看他早上也不見人影 也常常都沒有施政公開行程嘛 你現在中午午休時間 你再去不來上班 又有辦法午休 午休還在拼選舉 你下午的時間 那你這個市長很好幹 你如果從1點多到下班時間 5點半好了 5點半以後又去拼選舉 你才4點鐘而已 所以我就看起來呢 韓國瑜是完魂全全要拋棄高雄市 他現在是決定要把高雄市丟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你乾脆 你如果要這樣幹的話 而且我們這樣聲聲跟你呼喚 就叫你說你要在高雄有建樹 你要在高雄有政績 現在看起來也來不及了嘛 那接下來高雄市會又要開業 看你是要怎麼說嘛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你如果真的無心在那邊 說真的 你如果為高雄市民好 我就高雄蒼生好了 你真的不要當了啦 謝謝 對不對 高雄感謝你 對啊 你叫李四川代理 你叫葉匡時代理 你讓他們或者是重新來選的話 搞不好高雄市民會感謝你 還會挽回一些票耶 你如果真的這樣比較下來的話 是不是你乾脆辭掉了 你卡在那個地方 當你又不照顧高雄市民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選舉 對不對 那高雄市民說 你到底你當時心思放在這邊 不可能啦 對啊 所以你這樣越待在這邊的話 我說跟你講 高雄市的支持者是越遠離你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真的無心的話 真的 我之前是講說 你在高雄至少有個根據地 至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榜樣 你的政績做出來 人家才會覺得 你在台灣當總統也有政績嘛 可是你現在什麼都不做 看起來是背離高雄市民啦 是徹底要背離啦 對不對 你午休時間不播 不直播市政 你直播選舉 那所有就跟你講說 你乾脆辭掉 我說實在話 搞不好還在高雄市 還會博得些許的聲望 我說真的 這是我苦口婆心勸你 譯夫你怎麼看 現在已經不是說 換不換魚的問題 你要不要死高雄市長這個議題 現在這個學尾又拋出來 但是你怎麼看 現在國民黨內是不是真的 已經實質分裂了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韓國瑜這個週末週日 他又要去台中了 可是這個紅黑派是拱著他去的 所以地方現在到底怎麼看 韓國瑜的這個選情 那當然有 國民黨希望團結 可是呢確實在黨內 是有人是叫不動的 所以你怎麼看 韓國瑜的這一局 還有人形容說 韓國瑜現在民調 就像變心的女友回不去了 是嗎 我覺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這個選舉的民調 到底會怎麼回事 因為還有五個月 現在論斷是稍微早了一點 當然郭台銘那邊也 沾沾自喜拿出民調 就是說兩人對決的時候 郭台銘是輸 沒有兩個兩個對決 郭台銘是輸蔡英文的 我郭台銘出來是贏蔡英文 沒有韓國瑜對決是輸 韓國瑜輸 郭台銘單挑贏 但是這個東西 大家看了以後就覺得 郭台銘的民調是這樣 好像民調是這樣 但是我請問一下 郭台銘的私領域跟公領域 有被檢視過嗎 有像韓國瑜這麼殘忍的檢視過嗎 這麼嚴峻的檢視過嗎 答案是沒有喔 答案是沒有喔 郭台銘有沒有問題 郭台銘私領域跟公領域 有沒有問題 其實你很敢篤定說沒有嗎 你就直接說有就好了 你很敢很敢篤定說沒有嗎 對不對 尚義傅已經脫殘了 所以他不怕吃過癮 對不對 最後問一件事就很好了 鴻海2007年有沒有跟美國政府 簽證罪協商討漏稅被抓嗎 台報有沒有寫 有沒有違反台灣的證券交易法 有沒有訊息揭露 最簡單一個問題先答 你不是說你都合法繳稅 你鴻海既然的嗎 跑到美國討漏稅被抓 這邊說為了中華民國到那邊 逃漏稅簽認罪嫌商 臉算不算丟到國外去 到底到最後大家要不要拿出來 檢視一下 你要不要等郭台銘出現之後 出來選 確定了啦會選了啦 確定會選了 所以不用 我是覺得 那個民調 所以我說現在參考就好了 等到真正郭台銘也面 他面對像韓國瑜 像總統大選那樣檢視下去的時候 郭台銘經得起檢視嗎 嗯哼 經得起嗎 這麼龐大的事業體 難道在他主政 主政他的事業之間都沒有問題嗎 嗯哼 敢這麼說嗎 我只講公的 私的還沒講啊 因為私的沒有證據不講話 然後你要怎麼樣 就是說我覺得你現在看到的 我都說只是一個參考 因為韓國瑜現在正在面臨殘酷的檢視 蔡英文是連任 他的檢視其實找了多多少少 大概都檢視的差不多 像我唯一的時候 郭台銘還沒有經過檢視耶 對 你以為就這麼容易喔 可是韓國瑜也還沒檢視完啊 但是郭台銘是還沒開始檢視喔 那你認為郭台銘一定被檢視下去 民調還會這麼好嗎 這麼好看嗎 我覺得 現在講話 當然是你現在看民調是這樣 郭台銘自己的民調也拿出來也是這樣 那郭台銘的民調裡面有沒有問說 如果我在我的企業在美國逃漏稅簽 那個認罪協商 你還要支持我嗎 你還要支持我嗎 會有這個選項嗎 我先把你賭死好了 會有這個選項嗎 對不對 所以你就說 現階段你要怎麼去看這份民調 我覺得現階段看 基本上我認為還有五個月 現在篤定 郭台銘第一還是誰排第一 我現在說現在先不要講太快 因為我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我們剛才我跟那個委員看法一樣 韓國瑜是有一個支撐點 請問郭台銘有沒有支撐點 沒有 郭台銘有沒有支撐點 如果他被檢視 結果檢視出大問題 他是沒有支撐點喔 我接著講啦 我接著你講啦 郭台銘跟吳敦毅 跟王金平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的支持度降下來的時候 是無量下跌 是無量下跌 會降到五以下 韓國瑜伏會 五以下 吳敦毅很久沒有超過五了啦 吳敦毅當然啦 這怎麼說郭台銘啊 就是這些人的支持度 他沒有那個粉 那個粉就是說我不離不棄 我不管你殺人犯 就算有郭粉 郭粉的支持程度也很低好不好 郭有支持者 郭的粉還沒那麼厚 對 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或者我們在選區立委 面對的困境 就是區域立委其實這一次 比總統還難選 因為總統這一次 我看郭台銘出來發言人的態度 已經告訴國民黨 不要再搶了啦 就準備三組了啦 最大一個三組 三組不用過半 三組拿40%的人就當總統了 但是立委都要50%加一票耶 那50%加一票 為什麼現在看板掉不出來 因為如果郭台銘跟韓國瑜 成為兩組在競爭的時候 我取這個得罪另外一邊 我就沒有過一半了 對 我怎麼掉 我怎麼掉帆布 那如果就一對一 我當然會講我認為國民黨的人也是硬著頭皮 就像民進黨一定會支持自己黨的提名候選人 就是說 只有一對一 就藍綠兩個政黨 就起來施殺看學過半嘛 話語權要不要回到我這裡 你插我的話裡就好 在三組的時候 因為現在兩組如果一個鍋 一個韓 你叫國民黨的帆布要怎麼掉 你也不能兩個都掉啊 兩個都掉兩個都沒有 所以韓國瑜現在給國民黨 高層最大的痛苦就是 尚有天花板 但是不破三十五 下有地板 但是呢 又低不低不過二十 所以得不夠 師會沒命 所以你該怎麼辦很難辦 現在到我覺得韓國瑜的問題不在於說 侯友宜啊 盧秀燕這些人的問題啦 只要不換到了十月十一月 也沒辦法大家都站台幹什麼都得站啦 這個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否則 侯友宜有種你推出國民黨嘛 你看你連任的時候 需不需要國民黨嘛 最簡單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我講的最實際嘛 不要在那邊講這麼多嘛 你選舉的時候 我就曾經在這邊講過嘛 你選舉的時候 吳敦義跟朱立倫陪著你去周習偉辦公室的時候 工作室的時候 為的是什麼 你自己要選的時候去人家辦公室拜託人家團結 不是嗎 國民黨只是 只是侯友宜的工具耶 你們國民黨不要以為你們真的多重要 對侯友宜來說只是工具而已耶 好不好 他2012年只是為了準備要接班朱立倫的時候 才重新回黨的好不好 我相信他最後還是會支持那個韓國瑜吧 只是時間點上的問題吧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這些啦 其實是郭跟王出走 有沒有有沒有辦法能夠壓低他們對不對 其實剛才那個年晃說那個 等韓民調滑到20喔 我跟你講那個清王人士頭腦有問題 你怎麼不說滑到10我更有機會贏呢 滑到5 滑到5我更有機會贏呢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是登記完了以後 或是在登記前一刻 那麼韓國瑜突然說我不選了 結果他們不是民調更可以高 我覺得選舉有做這樣的期待 那真的是很好笑的期待嘛 就是說我在等你不是我自己上來 你國王等民調韓國瑜民調下滑到20% 那你有沒有想過他沒有滑到20% 那個郭台銘被檢視的時候 換你滑到20% 韓國瑜的票增加了呢 也有這可能喔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現在都在談跟自己有利的方向 當然你要說什麼 重心拱月也好啦等等也好啦 我覺得那個都是選舉策略 大家去思考的問題啦 然後你說黨部跨看板比較沒有問題啦 因為我提名嘛 其實說實在的話 現在博物要去跟立委說 你現在把看板掛起來 五個月寫過立委人都知道 我現在掛看板 開玩笑我就是要付錢了耶 我看板一掛起來就是錢了耶 什麼時候你看過立委會有這麼早掛的 通常這個時候都在掛的 沒有啦 也不到這麼掛了三個月啦 有一些也是免費提供的 那你要想讓他掛起來的時候 就是要錢耶 不要逼立委這麼早掛啊 立委現在你黨部也沒錢 然後韓國瑜又不是郭台銘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那錢拿來的可以早一點掛嘛 對不對 那又不是郭台銘 對不對 你把人家的心服都講出來了 不是啊 我現在才知道 我現在想要知道說 那個立委想要靠過去的是 可以拿到多少資源啊 我也很有興趣了解啊 現在沒有啦 我有興趣了解嘛 這國民黨窮得要死啊 我去拜託那個柯文提名我 是不是順便分一點啊 不過之外 我就說其實有很多狀況 其實我們現在論定實在太早 那我們就是說 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看起來是比較信心滿滿 那但是你回過頭來 其實看一看 蔡英文喔 蔡英文是不錯啦 結果一個反送中 讓他初選的時候 可以完全壓制性的贏賴清德嘛 反正他也 其實就粗粗嘴巴 逛一逛 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事 也因成這樣 對不對 我也認了 反正我們常說一句話嘛 大衛不以自取 他就是有天命 好不好 初選的時候 誰曉得出現了反送中 對不對 那你也沒辦法嘛 初選過不一定好事啊 對不對 沒有辦法嘛 知道情報往後延好不好 初選 知道反送中有情報 你現在就是說到底會不會選 郭會不會選 就明天大家要見面了嘛 當然見面只是個前奏曲啦 那應該只是一個告訴大家 那郭柯王市的會談 其實並沒有破局啦 並沒有破局啦 可能月底 八月底結果就會出來啦 然後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啦 郭應該是郭會選了啦 應該是郭會選了啦 其實中間郭哥王裡面 國民黨鬆一口氣以後 然後感覺好像要破局鬆一口氣 馬上又緊張了 就是說 柯那一邊 當然對媒體放話啦 柯又上電視說什麼副總統 找我當副總統我拒絕 什麼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啊 什麼是不是做一任啊等等講完啊 什麼老虎獅子狐狸啊 全部講完了以後 你就看到郭跟王非常不爽嘛 郭跟王非常不爽 然後818突然之間就破局了嘛 但是郭跟王這邊 大體上也都有傳達訊息 去對柯正宜裡面的一些講話 是不是過於over或怎麼樣 有點不滿啦 但是同時期突然隔沒幾天 郭跟王同時都說沒有破局嘛 因為他們碰完面啊講好啦 郭跟王談好啊 談了啊 所以之後就說沒有破局啊 繼續談啊 所以 安排8月23嘛 然後到8月底就會有答案嘛 那基本上郭會不會選 那 郭不選 那我就覺得 郭是有錢 閒著沒事幹 然後廣告呢 評選也評完了 然後呢 發言人要天心兵 然後電視辯論成立小組 然後呢 要做兩萬份的樣本數 他怕你去警示他啦 真的嗎 然後樣本數 然後呢 在幕僚會議開始討論 如果他 他選會有什麼負面攻擊 怎麼應運 怎麼樣怎麼樣 我請問你啊 不選在做這個幹嘛 這不是都在做選的動作嗎 對不對 那問題是郭跟王要 目前為止我們聽到都是要選嘛 但是這個 郭正銀跟王正銀的領軍者 領軍者 其中一方 我就不好講人民了 當然定語你不要講出來 我在車上有跟你講 就是有講了嘛 就說什麼 一定會坦承 一定會坦承 積極想選的人告訴你一句話 一定會坦承 那大家都在揣測一件事 明天八二三 會不會就在台上 大家參加活動 蹦一個結果就出來 現在聽到的是不會啊 應該會是八月底 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農曆鬼月過之後 那我就說最簡單的一句話 王選這個局會不會成立 如果是郭柯王裡面的陣營 是王選會不會成立 不會 王選總統啊 郭柯對 郭柯王會不會走下去 我認為柯會自己選這樣 對嘛 好 那所以呢 又一定會彈得成 那請問你誰選的機會最大 郭選總統 對嘛 那你看郭的動作 然後呢 現在又說一定彈得成 那 你說不是郭選 誰選啊 柯選 不是郭選誰會選啊 我跟妳講一句話 郭選啊 我跟你講 如果柯選的話 郭跟王幹嘛 身在國民黨不離開 心在柯 然後出錢出力 你認為這兩個人現在是怎樣 然後這兩個人 智商有問題嗎 所以答案很清楚嘛 誰會選嘛 大概就是八月底 然後會完面是告訴大家 我們合體 我們還在主聯盟的進行中 沒有破局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談 各自的角色 王是 如果郭選 王是不是搭檔副手或是不選 柯是不是就接總幹事 或是選舉的策劃什麼位置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未來就是為談一個決策就是說 立委之間是怎麼配合 郭跟王體系裡面是怎麼去 也去募尋這個地方上的立委候選人 然後怎麼樣 願不願意是無黨還是願不願意加入台灣民進黨 怎麼樣 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 然後談怎麼樣去做一個擴大 這個毒要喝下去 去談一個擴大性 去談一個擴大性的合作嘛 去談一個擴大性的合作嘛 所以基本上大概 我所聽到的就是 一定會談成 只是誰配誰 郭出來選的可能性 越來越高 王不是副手啊 應該是代曆的 王不是副手 王是不是副手還沒談啊 還未定 就不是一定是他啦 不是一定是他 不一定是他 但是還未定 但是 郭選的方向是 應該是蠻確定的啦 蠻確定的啦 來問一下這個小平啦 可是有人講說 郭柯王好 他剛剛毅夫說一定會談成嘛 可是有人覺得這三個人的個性 可能會貌合神禮 你怎麼看啊 個性謀合 尤其沒有黨的這個統括啊 當然比較 比較難相處啦 特別是 柯講話快嘛 那郭王也不高興 可是他們有 他們有 有不爽的權利嗎 他們一飛在一起不可 就第一件事 大還財 我先補充一下 又提你這個問題問的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 郭王是有信任基礎的 對柯比較沒有信任基礎 那大家會怕柯跑掉嗎 那柯要郭王什麼 人跟錢嘛 對啊 錢就好談的 分期付款 你就跑不掉了嘛 還不只這樣說 今天 今天很清楚啊 如果 如果沒有柯去拿到 年輕跟前率的票 是第三組選啊 是選不過蔡英文的 所以柯也是有代價裝的 因為他有年輕票 他有票嘛 那當然 當然 有郭的經濟籃 知識籃跟中間選民 以及本土籃 以及這個西統籃 泰西籃的王 加起來就是絕配的第一個概念 那823呢 我當市議員當那麼多年 我沒有看到 去年是60年823 今年是61年 我只聽說60年 比61年大吧 整數 去年我也沒有感覺 慶祝啊 對 這個不能慶祝 那叫懷念 慶祝 慶祝我們把 台銅基馬保住啊 從另外這種說法 好 那今年61年 是不該慶祝的 而且孔妙每年都有疑似 為什麼以前都沒有 表示他們要合體 已經在一起了嘛 那823他們一合體那一三啊 那就是對韓國瑜的選情 跟吳敦營的領導的炮決 823 炮戰 現代版的823炮戰 是 在政治上 那已經也是香港之路耶 在政治上 所以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艱難 小英喔 就本來是 當然總統做得不好 內政做得不好 反總統又升起來 幹掉了賴清德 現在好像也坐而望一 那郭也坐而望一 顯然韓是第三名了 很清楚了 然後呢 這樣繼續演變下去 你也好歹說韓坐三望二嘛 那今天郭不選 郭不選是什麼下場 郭在台灣是武力之地耶 為什麼 因為郭不選 為什麼 郭頭上他爸爸是不是 中打愛國的警察 那郭是板橋谷小畢業 然後郭呢 他頭上是不是戴一個 國旗的帽子 那今天郭不選代表什麼 蔡跟韓的對決 韓一定輸你們 蔡一定贏嘛 那如果你不選 而讓蔡繼續連任 郭痛不痛苦 他的心裡 跟他的支持者等等 這個心境一定要幫郭去想 所以他會選嘛 好 所以他現在出來 反而是變成在救韓啊 不是救韓 要救自己嘛 希望他能夠 他能夠給國家做點事 蔡主席挺韓 不是更難 他為什麼不挺韓呢 他的票能夠贏給韓嗎 兩種票耶 他今天 經濟團 知識團 就是不挺 因果關係 是不挺韓才挺郭嘛 難道柯文哲的票會投韓嗎 那是冰火五重天 這兩種票嘛 因為 因為今天 這個這個郭在比較中間嘛 然後這個韓比較右邊嘛 然後這個比較左邊嘛 蔡英文 中間就是兩頭吸那 那你怎麼假設 韓的票會去挺郭呢 對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這個重點啊 那今天他有四種票 一個叫外省級的票 我說韓 第二種叫做郡公教的票 第三種叫做施難的票 爬樹身體很好的樣子對不對 第四種叫做濁水溪以南 雲家南高平 市農工商 就是隆林雲木工 每天工作很辛苦的 本省級選民 潰散了 少了10% 以前兩個月前都30幾% 雲家南跟高平 現在都20幾% 所以這樣的本省級的票 已經開始跑了 好 那現在這三種票 是非常英勢力道的 這三種票 怕做夢半夜都驚醒 多怕蔡英文連任對不對 今天你不要 什麼鋼鐵韓粉 我認為沒有鋼鐵韓粉 只有中華民國粉 沒有韓粉 當中華民國 比韓粉重要的時候 好 所以只要這個蔡英文 繼續保持強大 只要這個郭柯王的聯盟 是明顯壓制韓 韓沒希望的時候 一事之間就板塊移動 跟地震一樣 是板塊移動 所以大家對於韓粉的 重新定義是什麼概念 而且國民黨的選舉 從來票投給誰分裂 是非常正常 民進黨不容易 因為民進黨有兩個信念 第一個台獨建國 還沒成以前呢 國民黨沒滅絕 沒有在內政部解散國民黨 解散以前 他的票都會投 我跟你講 那今天我再幫朱立文 這個講個話 你吳敦義 這個黨全部被他搞垮為止 你知道嗎 今天你的搞垮 是你的私心 你的民調 剛剛委員講說 沒有超過5%過 1到5%震盪 你為什麼可以存這樣的念頭 又舉出什麼全民調 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的這個登記投票 初選登記投票 搞了又7-3 7-3 王靖民恨他恨他什麼 7-3是最基本的底線嘛 王靖民黨員都傳後啊 你給他廢掉變全民調 王靖民47這個 接下來 好 那你都選舉都無望了 你就去搶 想到立法院長 那都你選舉都無望的時候 然後你最強的對手 你絕不讓朱立文 王靖民當初被提名 我認為當你當這個無 沒期望的時候 還勉強可接受 可是朱 絕對不可能 朱是他的一輩子最大的 宿敵在黨內 那就把朱搞死搞殘 那會搞掉朱 王也選不過朱 你也不敢下來 你也選不過朱 就把韓國瑜弄出來 韓國瑜不是你找出來 弄出來你就把他好好保護他 把他國政練好 你又找郭出來 到底在幹什麼 我完全看不懂國民黨 一手的局 全部被吳杜瑜搞死為止 一個洋洋大黨 好 那現在 你服選誰啊 誰理你啊 你充滿了私心 還站了好的位置 那整個 那誰來檢討他 那一群主宰中常委 跟當初 跟當初的朝公會選一樣 那就捧著他 就捧著這些黨代表 中常委捧著吳敦英 跟神明一樣 你今天離不開舒適圈 你走出這些黨的組織 跟黨的中常委 你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你也走出去看看吧 來給子哲講一下啦 這個 小明哥這樣子啦 第一個 我就吳主席沒有 像你講的那麼不堪啊 去年年底 至少是他當長主席的時候 帶領國民黨 拿到15個縣市首長 是贏 那你當 我就知道你要說誰 是柯文哲 中立好不好 白色力量都灌給他 國民黨的 不然只會有失誤許 那至少是他是黨主席嘛 我同意有功勞 那你說 你要說他完全都沒有 對 他那個差點害死了還活魚 而且你要這次總統大選 總統初選他也沒有周來選 選贏之後咧 2020 2018之後咧 我可以知道你的心境 中小明就是分裂的代表之一啦 對 這他們家事情 我們根本沒有關係 對 然後呢就是說現在的民調 是這樣講 台語有句話叫 有時候七更有時候未更 有時候星星比較亮 這月亮比較亮 那民調本來就會有波動 那看起來的確最近做的民調 韓國瑜的這個 看起來是有點下滑 但是我他的那個結構性 並沒有被破壞了 可是他是一路下滑喔 不是起起伏伏喔 蔡英文之前民調更慘 也是一路往下滑嘛 總是會有 因為外債 對不起我差一句話就好了 朱立倫趕快去支持郭克王 欺安投名 你不要再接摩扎車了啦 還用我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什麼 當然就是說最近多勢之秋啦 主要是內部整合還沒有完成 就是郭台銘還可以做六年主席 還沒有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完成嘛 那外債又有一些 剛剛講了一些議題討論 所以讓他的民調 或是說整個氛圍沒那麼好 我承認 但是離總統大選還有四個多月 那後續的發展 我個人認為會谷底翻身 會往上爬的 那為什麼 剛尤其講到那個郭柯王 他們的結盟 本來大家不是說什麼 會三結議嗎 我覺得會不會最後變成三結院 那為什麼呢 你看光柯文哲那個大嘴巴 對不對還沒見面就對不對 還沒有三個還沒一起見面 所以就開始在那邊 我不曉得他是要把自己搞成 周小平要給你喝毒藥 這個我跟你講 就因為差一點破局 所以柯文哲在他們內部 要求了兩個最愛跟媒體的人講話 叫他們不准再講話 所以你沒發現 講完以後 那個柯文哲陣營安安靜靜嗎 不是 823不是就贖罪了嗎 讓郭來主導 這個823 第一個 不要忘記了 柯文哲我覺得他是個性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覺得很難解決 跟柯文哲共識過的 或跟他合作過的 包含民進黨 養虎為患 柯文哲自己講的 都有慘痛的下場 我不相信 郭董或者是王清平 不曉得這個嚴重性 那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柯文哲 跟他們結合的時候 要怎麼 剛剛我們講了 怎麼這個 誰是正 誰是不 錢怎麼攤 不能都叫郭台銘攤吧 還是都是要 那不然找郭台銘幹嘛 郭台銘幹嘛 對 那怎麼辦 然後呢 這個問題這麼簡單 然後那個民眾黨 要提部分去還是 然後總統要不要掛民眾黨 這個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剛才講的 都相處的問題 我常常說相愛容易相處 是嗎 那這個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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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